生活中我们总有许多机会分享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 可能是上榜的那一刻 可能是结婚的那一天 但是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和我一样 其实在人生中也有许多大大小小失去的经历 那些故事被拥入的生活挤压在一角 就算我们视而不见 但它们始终占据我们的曾经 我想也是时候梳理这些故事了 让它们有一次重新诠释的机会 这次很高兴的收到TEDX的邀请 让我有机会好好的整理关于我失去的故事 哈喽大家好我是倩珊 这次我收到了TEDXCGU的邀请 我要去当讲师啦 这次的主题就是失误招领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从这个失误招领这个主题出发 去想一下我当天要演讲的主题要定为什么 那这种失误你会想到什么东西 我第一个想到就是国小班上也真的都会有 那个盒子里根本就 现在回想起来就很像垃圾 就里面有各种橡皮擦什么之类的 但有啦有时候会有雨伞 雨伞蛮有用的 那难道你要用这种东西来演讲吗 这好像有点难 我要想一下失误 你现在是不是只想要食误 对 我需要一点 肥宅快乐意吗 我先来点个餐 要不然这东西讨论下去真的很需要精力 诶那你要记得开Shop bag 有啊 这种事情怎么能忘记呢 顺便跟大家介绍这个Shop bag Shop bag其实真的是帮我们省了蛮多钱 然后一开始其实也是K先生推荐我使用的 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它是现金回馈 所以只要你要买东西的时候 你先登Shop bag 然后再跳到你想要的那个主页 像我现在就要去Fu Panda 然后就点到Fu Panda 然后你点了多少钱 它就会有某个%的现金回馈 像之前大家不是都会蛮care 就是Fu Panda它不是会多收一个那个平台费用吗 但我现在就是反过来想 想说没关系Shop bag可以帮我省一点 我跟你们说 我真的完全没有做其他的事情 我只有在我要消费之前 我先点进Shop bag 然后再点到我想要的那个页面 像我之前前一阵子不是搬家吗 然后搬家的时候就买了一大堆家具啊什么的 我就常常逛蝦皮啊 PC Home之类的 然后这些平台呢 也都可以用Shop bag导流过去 所以当时候也帮我赚了还蛮多的现金回馈 啊对了 资讯栏有注册连结 现在只要注册就可以获得 100元的奖励金喔 资讯栏金喔 好我回来了 飞摘快乐水 那你刚刚讲失误啊 你有没有想过往抽象一点的方向下 好像是耶 好像其实我们的频道的方向比较适合谈这种 比较抽象的这种失去 所以我觉得好像或者是像是失去一段感情啊 一段感情失去了再把它领回来 这是什么意思 有些人可能会领回来啊 我觉得可以耶 就是不管是目标 神经地位或者是 其实就算是感情啦 我觉得我们可以分为两个 就是你什么东西是遗失了 然后什么东西是遗失了一定要找回来 这是招领啦 I woke up left on the porch Making too much noise Up for last night Baby up for last night Hello大家好 我是倩山 那我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所有的失去都是另一种得到 好首先我想要先问问大家 今天今天的主题叫失误招领嘛 不知道大家听到这个主题的时候 第一个想法是什么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失误招领的时候 第一个想到的是我学生时候吧 学生时候好像都会有一个地方叫失误招领 但是今天我想要和大家分享的 并不是这些实体的东西 而是比较像是一些看不见的失去 我今天想要和大家谈论的失去 比较像是失去重心 或者是失去一段关系 那首先呢 我想要先和大家来聊聊失去重心 我想先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求学经历 我觉得我从小就是一个自尊心特别强 好胜心特别强的小孩 我从小到大 我发现我非常在意师长们的眼光 也很在意大人们对我的评价 而在那所有的称赞当中 什么你好善良啊 你好乖 你好听话 你好可爱 等等的这些 我发现我对某一个称赞特别的执着 我非常的在意大人们有没有称赞我聪明 而在我们成长的经历当中 我们或多或少 总是会被大人们有意无意的摆在了一些比较当中 尤其是我们这种有兄弟姐妹的 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有一个弟弟 所以我和他从小到大成长的经历当中 我其实很在意那些大人们在我面前 称赞我弟弟聪明 你真的就代表我比我弟笨啊 是吧 在这所有的经历当中 有一件事让我印象超级深刻 那就是曾经有一个大人 他可能当时候其实是出自于好意 但是我当下的感觉就不是如此 当时候他和我说 情能不拙 哇塞 所以你就不觉得我聪明 你觉得我拙 所以我需要情吗 是这个意思吧 也因为这些从小到大的经历 我理出了一个我自己的逻辑 也得到了一个结论 我觉得 我所有想要的东西 都必须努力的自己去争取 因为我拙嘛 所以我需要情 可是我也得到了另一个反过来的结论 那就是我觉得 所有我得到的东西 都是我自己努力来的 再来想要和大家分享的是 我的国高中求学阶段 其实我来自一个很平凡的小康家庭 所以在我们家中 我的父母还是很难免的会因为一些金钱而吵架 或者是在亲戚之间 长辈之间 难免也会有一些价值观的分歧 但是后来你就会发现 回溯到最根本的问题 那就是如果有钱 这些事情好像就都不是问题了 还有就是 你会发现 某些人讲话总是感觉话语权特别的大 他的话好像分量就是特别的重 所以当时候的我就默默下了一个目标 我希望我长大以后 可以是一个话语权很重 而且可以赚很多钱的人 那也就是功成名就的大人 但当时候的我还只是一个学生 所以我就明白 我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做好学生的本分 我要奋发向上的念书 也因为如此 我的国中三年 高中三年 几乎都是在课业当中度过的 我的求学生涯一直都在追求更高的名次 因为我永远都不可能是校排第一名 所以我永远都会有一个假想敌 每一次成绩单发下来 我永远会先看自己第几名 上面第几名的人是谁 我需要超越谁 才可以爬得更高 走得更上面 有时候读书读一读 我当然也会去思考其他的问题 像是我对什么有兴趣 我其实是一个什么样特质的人 但是很长时候 这些问题对我来说都有点奢侈 因为每次想到自己耗费这么多时间在这上面 我就会提醒自己 嘿 这些时间都可以算几题数学 解多少个物理题了呢 当时候的我没有其他的目标 我知道我要成为一个有用 功成名就的大人 就一定要进名校 所以当时候其实蛮肤浅的 当时候我只有一个目标 那就是我要考上台清教程的大学 但是就算我这么努力了 最后我还是落榜了 这边的落榜是我自己心目中的一种感受 我刚刚说了嘛 我一路那么努力 就是为了台清教程 当没有这几所对我来说 就跟落榜是一样的 我高中三年每一天读书读累的时候 我都在幻想我的大学生活在哪里 我从来没想过 这样话 我觉得这次的落榜对我来说 就像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失去 我觉得我失去了目标 我一直在做的台清教路没有达成 我觉得我失去了社会期许 完蛋了 以后那些亲戚在我面前问我说 千山你上哪一所大学 我如果讲出张师大 不是太差 但他们不会 哇 你好厉害 当时候我其实真的很怀疑我的人生意义是什么 我的国中 我的高中 刚刚都说了 我从头到尾只会念书 可是我连只会做的事情都做不好 那我接下来到底能做什么 彰化师范大学 一个好陌生的名字 填满了我大学四年的生活 在张师大的那四年中 我得到了一些不一样的看法 可能是因为上了大学 也可能是因为我的大学在彰化 我自认为自己是生活在城市里长大的小孩 但是彰化真的很不一样 彰化大概在十点过后 所有的店家就都关了 哇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到真正的日落而息 也可能是因为上了大学 大学的步调和高中真的很不一样 在高中的时候 总是有很多大大小小的考试填满你的生活 而且就像我说的嘛 因为我高中的时候 急急盈盈的在努力追求的成绩 我非常善于计划 在每一次断考结束后 我就会开始计划下一次的断考前 我的读书计划 下一次的小考前 我需要花多久的时间准备 但是大学不一样 大学只有一次期中考 一次期末考 中间有好大一段空白 是你需要自己去计划的 所以我多了很多时间 需要和自己对话 问自己到底为什么在这里 问自己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一开始思考这些问题 其实很慌张 毕竟这并不是我所习惯的生活 也不是我所习惯的思维模式 但是在大学四年慢下来的时光中 我慢慢习惯了 也因为我习惯了慢下来 我才有机会去思考 曾经的快是为了什么 而我未来如果要快 那又是为了什么 在大学四年里 我透过了形形色色的同学 明白了一个道理 那就是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 在大学中 我认识了很多不一样的同学 有一类的同学 我觉得他们特别的聪明 这时候我就觉得很匪夷所思 毕竟对我来说 我来到张师大像是落榜 那他们又怎么会在这里 我听过一个很夸张的答案 他说 其实他是因为答案卡填错了 才到这里的 他那个满不在乎当玩笑讲的方式 我真的差点以为这只是一个玩笑 没想到是真的 所以后来我发现 我有一群很聪明 却毫不在乎功成名就的同学们 在当时 其实我默默在心里 产生了一些想法 我曾经有点鄙视这样的生活态度 曾经在心里默默的替他们觉得惋惜 呵 你看 你就是不努力 否则你怎么可能只有在这里 你早就去抬青椒了好不好 难怪你只有在这里 我常常用这种 好像是失败者的眼光看待他们 但我后来渐渐的发现 他们根本没有因为我的定义 而改变自己的生活态度 而他们也不像我所定义的失败者 毕竟失败者应该都要过得很悲惨才对 但是他们过得无比的好 这也让我开始发现 是不是生活的态度其实可以不只有一种 是不是我太快的 帮自己的生活下了某一种的定义 而在所有的同学当中 我也发现了另一群人 这一群人呢 让我第一次感受到 原来这世界上真的有 天生就获得比我少的人 可能是家庭的资源 也有可能是天生的脑袋 我突然发现 哇 真的有人为积分修不过 不是他不努力 而是他好像对这个科目就是比较艰辛 而这件事情让我有点冲击 因为我刚刚说过了 我从小到大得到的结论 就是我认为所有我得到的 都是我努力来的 可是那一刻让我发现 其实我天生就已经比很多人拥有的很多了 后来的我还是很执着 也很顺利的进到了我所谓的 功臣名就里的名校 而在名校里我也认识了一些同学 在这所有的同侪当中 我们一起毕业 一起进入到职场 一直到现在 你问我 那些看起来功臣名就的大人 真的就过得比较好吗 其实我觉得不然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条道路要走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需要面对 生活并没有办法从失败或成功两个字去定义 而是每一个人都会在自己的人生当中 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个位置 并且努力的在自己的那个位置当中 活出自己精彩的人生 因为这次的主题是失误招领 所以想要来和大家总结一下 我觉得在这场失去当中 我失去了名校光环 大家可能会想说 你刚刚不是说你已经进了名校吗 但是我无法改变的是 我的大学就是在张世大度过了 要跟大家科普一下 因为坊间有一种说法 那就是如果你不是大学 就念胎清教程的同学 那你就不是纯种 所以我永远都没有办法洗脱 自己是个杂种的事实 而在这场失去当中 我也失去了对自我的认同与自信 曾经我觉得 我都这么努力了 却还是失败了 但在这大学四年里 这些熏陶 这些成长 我觉得我找回了更完整的自己 所以你问我 失去名校光环 我会想找回来吗 其实我并不会 因为虽然我失去了那些 但我也同样得到了 另一条很美好的道路 我在绕路的这条路上 看尽了风景 谁说这条路就不美丽呢 但是因为落榜而失去的自己 还有自我认同 我觉得这是更需要找回来的部分 而且不只找回来 还找回了更完整 更好的自己 接下来我想要和大家分享的是 失去感情的经历 我们很多时候 可能都会在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中 感受到失去 就像我 我曾经分享过 自己的国中生活 其实是在被排挤中度过的 当时候我也百般不解 我明明没有对你们怎么样 为什么你们要这样对我 而很多时候 友谊的小船也很容易翻裂 常常我们觉得 我这样对你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很多时候那种不平等的关系 不对等的付出 会让我们觉得吃亏 或让我们觉得被辜负 爱情也是如此 很多时候 爱情里的分开 常常都带着一些不甘愿 觉得自己付出了很多 为什么是得到对方 这样子的回报 而这些不平衡 都让我们很难做到原谅 常常回想起这些经历 总是会觉得 当初那些人 为什么可以这样对待我 但是 好像我们又很明白 自己应该要做到原谅 毕竟好像原谅的人 就是那种比较高等的动物 好像比较善良 好像比较好 或者你也可以更客观的说 理性的说 我也认为 如果我做得到原谅 我应该也比较能够释怀 但是原谅这种事情 就是说的容易 却很难做到啊 但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跟我有过一样的经验 最近的我 常常在一个人的时候 或者是夜深人静的时候 开始回想 我会回想我自己的成长过程 可能会是高中的时候 大学的时候等等 想起了很多当初 可能不这么在意的生活细节 我会想到 可能某一次办活动的时候 或者是某一次 和师长讲的一句话 现在回头想想 啊 突然觉得当时候的我 怎么那么不懂事 突然觉得 我当时候怎么会觉得 这样是合理的 我当时候怎么会对他 讲出这种话 如果是现在的我 我一定觉得自己好没礼貌 可是这些犯错 却好像少了一个 说对不起的出口 好像很难突然去联系对方 和对方说出这句对不起 毕竟这件小事 可能小到他根本就不记得 我常常觉得 为什么我总是不够好 乐观地说 我永远都在进步 但反过来的意思就是 我永远都是用一个不够好的自己 在面对他人 为什么我永远没有办法 准备好再出发呢 而这些成长过程当中 我自己所犯下的错 都变成了我放不下的执着 好想说出这个对不起 好想再重来一遍 所以后来的我 得到了一个结论 我发现 人与人之间 就是不够好的自己 与不够好的他人 相遇的一个过程 所以 如果我想要放下 放下那些 我所对不起的执着 那或许 我要先学会原谅 原谅那些 曾经伤害过我的人 反过来说 如果我今天想要原谅 那或许 我就需要先学会放下 在失去人际关系的 这个课题里 我觉得我失去了 很多珍贵的关系 或者是失去了一些 认错的机会 这些都不是可以回溯的 你问我 这些东西我想要找回来吗 我觉得 有些东西 其实留在当初 那就是最美好的了 但是 更重要的是 我们需要从这些经验当中 学习 然后找回一个 更完整的自己 所以最后的结论 就是我今天的标题 我认为 所有的失去 都是另一种得到 不管你曾经失去过什么 如果你认真的回想起 我相信你都可以 用另一种诠释的方式 得到一种 觉得那是老天爷给你的 一课也好 一个礼物也好 或许有些人听到现在会觉得 哇 这就是一种自圆其说而已啊 失去就是失去 你却硬凹把它当成是一种得到 嗯 没错 这也是我今天想要和大家所分享的 我觉得事情的本身并没有意义 而是每一个人看待这件事情的角度 都不一样 所以就有了不一样的诠释 所以希望我们都可以用更正向 更积极的眼光 去面对自己的人生 用我们所有人的人生当中 都充满了得到 那就够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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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